Hello同学们 这一小节呢 我们看一下阿帕奇 怎么去查看一个状态页 这个状态页面有什么功能 有什么作用呢 我们说呀 对于一个运维人员来说 他的职责是什么呀 是保证自己的网站 7乘24小时正常运转啊 那么运维人员需要 很好的掌握 用户的一个请求流量啊 我们要知道这个网站的一个入口 是什么呀 网站的入口 也就是用户的请求 在发到服务器的时候 他所经过的一个网站架构 最外层的入口 就是web server 也就是web服务器 那这个web服务器呢 指的就是我们的这个阿帕奇 或者后面学习的NGX这么一个软件 那我们能够通过阿帕奇的状态页功能 知道用户请求的一个流量 以及呢 他所产生的一个进程数等等信息 能够更好地掌握服务器的一个情况 来咱们使用这个功能 我们只需要这个还是一样的 修改配置文件 这个阿帕奇的主配置文件在哪啊 是不是在这个etchttp 抗扶好找到他 然后呢 我们写入如下的信息啊 来 写入如下的信息 它是什么作用的 就是说呀 就像这么一个固定的写法 当用户访问这个ip 也就是定位到这台服务器 加上这个server status 这么一个路径 就能够查看状态页的信息 但是呢 我们在这做了一个权限的控制 因为这个状态页面的信息啊 能够暴露出你服务器 以及阿帕奇的很多信息 我们不会说给所有人去看 因此呢 我们只会在这啊 在内网平台进行一个开放 在这个局域网段的用户呢 也就是运文人员啊 他可以查看你阿帕奇的一个状态页 好吧 那我们把这个配置参数啊 写进去之后保存退出 我们可以做个笔记 叫修改这个 复制一下 打开废准键 然后呢 叫添加如下参数 哪些个参数呀 是不是 我们可以看他一下啊 是不是加的这一串参数了 对吧 这一串参数呢 就是啊 设置 状态页 免的功能 那当用户访问这个IP斜杠 sirber啊 Status这么一个路径啊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 服务器IP是192.168 178.131 当然了这个IP例子啊 你们得根据自己的情况去更改啊 这是我的这台机器 是131 然后呢 我只需要访问他就能够看见阿帕奇的状态页了啊 叫访问 阿帕奇状态页面 我们在这呢 打开一个浏览器 访问一下 哎 是不是就看见了这些信息啊 对不对啊 说阿帕奇的状态页啊 那这个页面的一个详细的信息呢 老师啊 已经在这儿啊 给大家写在博客里面了啊 比如说看见什么呢 这个阿帕奇的服务器版本信息了啊 你的阿帕奇版本是多少的 那当然了 这些信息只能在内网平台让运维去看 因为呢 如果你在公网中报公网中暴露的话 这些信息啊 是不是可能被黑客看见了 黑客呢 知道你阿帕奇版本是2.4.6的 他可能会去搜索这个版本的漏洞 去对你做一个恶意的攻击啊 那这是server阿帕奇的版本 然后呢 这个是阿帕奇的一个工作模式 你看这里用的是prefork 我们呢 是不是也能给他换成这个 以问的模式 对吧 然后server build就是阿帕奇的 安装时间啊 然后底下的一些 大部分信息呢 比如这个当前系统的时间了 阿帕奇重启的时间了 以及阿帕奇对这个 服务器造成的一些CPU压力啊 这个系统负载等等信息 以及这一串这个连接情况啊 那大家呢 可以根据这张图啊 自行呢 做一个笔记了解 那当我们看见这个页面之后 我们怎么去给服务器发送大量的一个请求 去查看状态页的变化呢 啊 来 就是下一个小工具 叫做使用阿帕奇自带的压策命令啊 给服务器发送大量的请求啊 这个是什么命令呢 叫做使用ab命令啊 这个ab命令啊 如果你没有的话 你可以用样名store去安装一个httpd tools这么一个工具 好 我们复制一下这个命令在这儿安装一下 哎 这台机器呢 提示我说软件包 它已经是成功安装 且是最新版本的 说明我已经安过了 然后呢 我们这时候叫做使用 啊 ab命令啊 给服务器运发的发送 大量 请求 怎么玩呢 这个ab命令以及它的常用命令参数啊 大家呢 可以还是在老师的这个博客上去看一下 它的大量的参数的中文含义是什么意思 我们呢 就来直接操作一下 我们呢 可以在这用ab命令-c 然后呢 给它写一个100代表给服务器运发的发送100个运发啊 叫做给服务器发送10万个啊 来是10万个请求怎么发呢 这是-c100代表是100个运发 比如说100个人啊 同时用电脑给你这台服务器发送请求 明白吧 来100个运发数啊 请求怎么发呢 -n 然后101234 代表100个人啊 同时发出这个10万个请求啊 就是一共发出10万个请求啊 一共啊 100个人一共发出10万个请求 然后呢 向哪个地址发呢 http 192.168.178.131 结尾的斜杠看好了 一定要给它加上 要不然会出错的啊 我们在这呢 来 我们再打开一个窗口 用于怎么着呢 用于查看这台服务器的一个进程连接数 ssh 我们连接上这台机器啊 131走 哎 这时候已经成功的登录了 咱们清空一下 然后在这边呢 我们用这条命令 给131这台机器啊 也就是这台机器本身发送10万个请求啊 走 那 你看他说ab命令已经发送了1万个请求了 我们在这儿啊 快速的ps-f grap httpd 它的进程 然后呢 wc-r 进行一个二三次过滤 查看它的进程数量 哎 你会发现 是不是107个进程数量 100多个进程数 那当这个阿帕奇呢 进程 处理完毕之后呀 这个进程数量 它就会渐渐的一个缩退 把缩减 好 哎 你看 它是不是渐渐的数值在变少呀 好 当这个阿帕奇呢 所有的tcp连接全部断开之后呀 这个进程数量也就会渐渐的消下来了 好吧 这是我们要给大家说的阿帕奇的状态页